自谢霆锋和张伯芝离婚后不久 谢霆锋就公开和王妃在一起,两人出双入队 一点不避讳别人的眼光,网友对谢霆锋的做法 褒贬不一,有支持他们在一起的 也有不认同他们在一起的,但是两人毫不理会 在这期间,媒体经常报王妃怀孕的消息 可是都被传世谣言 不过这次谢霆锋主动公布这个消息 难道是真要修成正果了 事件的起因,就是因谢霆锋在社交平台上称 我们的孩子,已发表没多久 就引来网友的纷纷猜测,难道望飞怀孕了 更有网友指出,两人还没结婚,就把孩子怀了 生下来怎么上户口 不过面对网友的质疑 谢霆锋回应,已经做好了孩子到来的准备了 早前就有媒体报王妃求子心切,一直吃斋念佛 还到泰国烧香拜佛,很是虔诚 只求能帮谢霆锋生下一儿伴女 如今佛祖真的帮她实现了愿望 不知道王妃之前的两个女儿会怎么想 而她又会是一个合格的妈妈吗? 王妃被拍到怀孕大肚子逛商场的照片 坐实怀孕传闻 不过也有网友指出,王妃根本没有怀孕 而且也不可能怀孕 证据就是下面这张图 图片中王妃和友人在一起吃饭 但是饭桌上的烟盒和打火机亮了 而桌上的香烟也不可能是别人的就是王妃的 因为王妃一直就有抽烟的习惯 所有她不可能怀孕 那么谢霆锋的 我们的孩子又怎么解释呢? 此前王妃也曾放话 会给谢霆锋生孩子 但绝不如谢家大门 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 天后王妃和和谢霆锋的世纪爱情 是娱乐圈九胜不衰的话题 两人只要同框便是满瓶恩爱 前段时间 谢霆锋做客小S节目 姐姐好饿 当时小S问了谢霆锋一个这样的问题 这一个礼拜之内你有跟别人接吻过吗? 当时的谢霆锋非常的害羞 甚至低下头点头回应 又是满瓶的秀恩爱 那时王妃30岁 谢霆锋19岁 回望两人恋爱时 谢霆锋刚成年没多久 就跟王妃在一起了 那时候的她被王妃牵手的时候 那种笑容 那种羞涩的笑 甜蜜的笑 除了跟王妃在一起 基本上已经没见过了 狮子座的王妃 今天48岁了 20岁处到至今 家座不断 获奖无数 被封为天后 她清醒而智慧地掌控着自己的人生 但初几年后依然深受瞩目 在名利双收的同时 收获两个优秀女儿 在40几岁的年纪 谈着少女般的恋爱 最近 天后怡怀孕传近期结婚的消息 也时有出没 不管真相如何 她做出的每个选择 都让观众鼓掌 王妃和两个女儿 都尽同和李嫣 很多人诟病王妃不管孩子 但事实是 她的两个女儿健康自信 大气从容 母女关系也好的不行 什么离异家庭 什么先天缺陷 都不是事儿 王妃有今天 除了天赋 运气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她知道